拿起手机扫描 从机器下方洞口取出灰色垃圾袋 上面有二维条码 丢垃圾时扫描后 垃圾桶就会自动开启 打开它这个袋 这袋上二维码 我们就能处缘塑缘塑到它家里边 如果分类的不好 我们的人 我们的志愿者 可以再做一个知识的普及 中国大陆北京市昭阳区 是最早实施垃圾分类的 示范社区之一 如今还更进一步 推行智慧垃圾桶 透过有二维条码的垃圾袋 不仅能记录到 各家各户垃圾分类情况 垃圾转运站也有配套系统 结合车辆上的身份识别标签 可以自动识别 然后这辆车的垃圾 是从哪个小区运过来的 民众还能把厨余 拿去社区小站称重 累积积分换取生活用品 大大提高配合医院 开始的时候也不是特别习 原来就人一起扔 现在这都分开了扔 万事起头难 有心就不难 落实垃圾分类 减少资源浪费 就从改变生活习惯开始 大爱新闻林方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